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 8月27日 星期六 大熊貓 是中國的國寶 很多時候中國就把那些 熊貓 周圍送給人 是我們做外交的 其實 說是送給人 實際上是要付錢的 動物園 就要用一大筆的費用 跟他租借 租了那些熊貓之後 每年 就要在四川運送一些熊貓要吃的東西 派自養員 總之每次都要付錢 其實跟中國租熊貓的價錢是很貴的 是以千萬計的 所以中國 將這些熊貓 外放 其實是賺錢的 大陸也是不斷有這些熊貓出生 最新的一隻熊貓 在俄龍神樹平基地產下了一隻 神經病的熊貓 重量 是270.4克 這是全世界 圈養大熊貓出生最重的熊貓 央視 在官方微博發佈 這個熊貓基地 翠翠 這隻熊貓叫翠翠 生了兒子的消息 其實是生女兒 生了一隻熊貓女 向網友徵求過名字 這件事 竟然 發生成一件 反襲案件 這件事是大件事 因為本身就是幫著大熊貓改名 剛出生的 B女 瘋性的B女 因為夠重 所以他們覺得很重視 誰知道 改名出事 原因是什麼呢 原因是生了他那隻熊貓 他的老母 叫做翠翠 這個名字 其實 真的是大有學問 因為 翠的結構拆開 就是 雜雜桌 其實那個雜字 就是一個羽字 就是一個羽字 與字再拆開 變成兩個簡體雜雜桌 在大陸的意思就是 習近平要死兩次 脆脆的意思是什麼呢 要死 要他死四次 這句說話 不知道是不是學了朱鎔基 當年朱鎔基 呼籲加拿大要放賴昌星回來 他說 這個賴昌星我冠滿意 不知道是不是得到習近平包庇了 他說 死一萬次也不夠啊 不過我們 寬大處理 我們保證不會槍斃他 加拿大聽到之後 你說這些說話 死一萬次也不夠啊 那你會怎麼對待他 結果加拿大拖了10年 才放賴昌星回大陸 當時 一個很親共的總理上台 中共有很多人買通了加拿大 結果放賴昌星回來 由於賴昌星 是他的保護傘 就估計習近平 所以 他回到大陸 不單止沒有死 不單止不用打把 據說 在監獄裏面的待遇也不錯 這件事我們不說了 我們說一下脆字 脆脆的意思就是習近平死四次 這句說話 即使使使得大陸的網友沸騰 因為 竟然可以借一些椅子出來 辱罵領袖 我們這節要跟大家說一下 大陸的民情究竟是多麼激烈 多麼憤怒 多麼痛恨習近平 才會有那麼多的評論 當時 微博 累計評論是有1500條 微博的這個 審查員發覺大件事 馬上關了 評論功能 甚至乎屏蔽了信息 我們跟大家詳細分析一下 在大陸為甚麼會引起那麼大的輿論風波 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星期二日報 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我們一直以來 不斷要推廣這個免費模式 因為我們知道在武漢肺炎的重擊之下 很多人的經濟能力 大受打擊 很多人沒有東西做失業 我們也覺得我們應該跟大家共渡時間 盡量大家用這個免費模式的支持我們 我們總共說了兩年 從2020年 4、5月開始 我們也呼籲大家用免費模式好了 當時 我們當然也有提供戶口 因為當時還沒有被封 不過我們也看得到 因為 趨勢就是 入月費的人越來越少 初初也有的 然後有些200 有些50 有一位 每個月都有388 388元 我最記得一位 每個月都入 每個月都是388元 當然是十分感謝他 但是 我們看到這個入錢的人越來越少 我們知道那個經濟很差 所以 我們是不斷地呼籲 用這個免費模式 大家如果經濟不好就不要入錢了 等到 將來經濟好 大家才會入錢 這個我們說了兩年 其實是足足兩年以上的 所以有人誣陷我們 說我們籌期 說我們這些東西 當然是我們的聽眾 當然知道那些是誣陷的說話 基本上是無中生有的 我們一直以來 全香港 甚至乎全世界的網台 只有我們 是跟大家說 叫大家不要入錢 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當然啦 深水清的人當然不會受這些蒙蔽了 我們繼續 跟大家說一下這件脆脆的事情 最 令到人們惹起關注 當然是 脆脆的 拆開就是 習近平 要死四次了 夢一說這個名字起得很好 太可愛了 有沒有辦法可以組團去領 當然領養就不行了 你要捐錢 可以助養熊貓 你要付錢 其實國家就要付錢養熊貓 但是這些真的是收貨金 收給你 是成人血饅頭 叫你助養熊貓 這些錢應該是你付的 助養 你是不能摸的 純粹是只付的 聽我們節目 你如果捐給月費我們 也會有節目聽 當然有網有即時問 這隻小可愛 可不可以 托起200斤的竹子呢 200斤 也成為習近平的另一個外號 因為他說 他可以托起200斤的小麥 托起200斤的小麥 行十里山路不換肩 因為換肩很累 可能不換肩 200斤就成為了習近平的其中一個雅號 當然 習近平也有很多 不同的賊號 包子 當時他去慶豐包子店 包子即時成為習近平的其中一個代號 維尼雄 也有小學生 大量的這些說話 大量的代號 稱呼他 當然在人民心目中 習近平就是一個 沒甚麼學識的人 小學程度 不學無術 包子 豬頭等等 都是 說他的 這次 在微博 信息說真的爆炸 每個人 都透過這個貼紙 去表達他們 在這兩年的不滿 很多人 覺得 不可以再讓他做下去了 這個200斤 我們一定要把他剷除 一定要把他拉納馬 所以最近不斷傳出 尤其是5月份開始 就說這個集下理想 甚囂塵上 而且 我們也看得到習近平的權力 的確受到很大的制爪 甚至乎最近他已經沒有實事可以做了 只能夠做一些 打電話 打電話 跟別人說虛寒問戀 好像微信女那樣 你最近怎麼樣 好不好啊 投資有沒有賺錢啊 微信女那些 典型的 開場白了 我們也有投資的 你有沒有投資 當然他是關心別人 中了肺炎 這些教堂都著火了 他就去問埃及總統 拜登武漢肺炎連續兩次 他就去問拜登 實際上是想叫拜登為你叫貝洛西 不要去台灣 結果人家果斷拒絕他 好了 大陸的民情 其實我們也經常跟大家說 很多時候你去反對有的事 你想去反對官方的立場 其實是不行的 因為 你的信息出不了 之而很快被封了 所以 他們很多時候就反過來說 例如極端愛國 各樣東西 港島 很大 高級紅 大級黑 故意把這個東西去到極端 例如 小小事 有人跳出來說 這個育華 那個不愛國 這個漢奸 那個走狗 基本上所有人都批評一番 這個 其實我也覺得內地人 是其中一種 加速習近平的倒台 加速中共滅亡的一個催化劑 當人民 去到很極端的時候 例如 穿和服 要打倒小日本 好 因為逢七有甚麼事 就要喊打喊殺 對著一些外資 最好就是把他們全部趕走 例如把蘋果 從鄭州趕走 讓蘋果沒有辦法在中國大陸切創 最好就是 特斯拉那裏搞的陣子 好像當年的義和權 進去 打雜搶 把特斯拉裏面的所有汽車全部 變成輝鐵 如果這樣做 特斯拉可能會走 也 可以嚇走所有的外資 令到大陸的工程全面倒閉 令到大陸的所有人大量失業 三元一個小時也找不到 會不會呢 也不是說沒有可能 因為大陸 基本上 這個 這班外國賊 或者是一班 加速派 是不斷在做 令到很多外國人都知道這個地方此地不宜久留 真的有義和權 權匪 大量的權匪 所以 一宗這樣的新聞 可以看得出大陸的國情 其實 這個國家 脆弱得不堪 其實真的是 等一個時機 就可以把它徹底推倒 當然啦 但是有時候 好像前蘇聯一樣 你要他即時推倒也未必得 大家努力 不斷的幫他加速 這一節時間 我們先說到這裡 在這裡 全面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